我很容易跟人比较 我知道不好不应该比较 但是我就是忍不住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根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它需要得到医治释放 因为这个常常是从成长的背景来的 好像我成长的背景里面 我的父亲可能就会不断地拿我去跟别人比 你知道有人这样讲说 新加坡有一种心态叫怕输 你知道吗 就是说很不能够输 不能够输在起跑点 以前我们成长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一句话 不能输在起跑点 所以大家都很怕会输 然后你知道跟邻居叔叔伯伯阿姨 一见面的时候 大家就讲他的孩子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然后就是有这种很 就是一定要不断地比 那你知道有一次我的女儿 那个时候我们在 我的女儿还比较小的时候 然后我去爸爸妈妈家吃饭 然后我爸爸就在吃饭的时候 就突然讲一句话就说 你知道那谁谁的孩子 他已经会做三位数的加剑了 当场我很生气 我当场非常地生气 我就跟我爸爸吵架了 我说爸 我从此之后不准你再这样子 跟我的女儿说话 然后我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生了很大的气 然后我们家里的气氛就完全陷入冰点 你知道吗 我就说 因为其实真正的事情是 他牵动我内心 你知道我的内心里面就是 我知道我爸爸以前就是一直说 谁谁孩子会做什么 谁谁孩子会做什么 然后就是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 他其实要激励你 这是我们的 就是我不会 就是我 那我的心中就一直觉得 我不好 不够好 我不好 其实我知道 我回想 我为什么一直在比较的里面 我为什么一直想去竞争或比较 其实就是因为 我成长的背景 是一直在被比较 那所以那一天 我就跟我爸讲一句话 我就说 爸 你已经有一个教育我的机会了 不管成功或不成功 你已经教育了我 那接下来是我的事情 我的女儿 她的这些功课 这是我的责任 爸 你应该让我来做 不要再跳过我 那那天其实 说真的 真正的回去就是 我觉得我里面那个被比较是受伤的 那其实那是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 那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在处理我这件事情 那其实透过一致释放 还有透过手肘 那其实我是非常推荐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比较 不是用你的意志力可以去做到的 很多人就说 我不想要比较 可是就不知不觉 就是会陷入到比较的当中 那其实我觉得要回到那个根源 回到童年那个受伤的经历里面 就像那个童年受伤经历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在我爸爸饭桌上面讲的一句话 就整个就把我引爆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当中 很多时候深藏在我们心中 那些伤痛是需要在意志释放 在滋伤 在soul zone这些当中 能够得到医治的 我觉得其实比较也是来自于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价值 我觉得就是我们 因着孤儿的思维的里面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价值 所以我们尝试用各种的方式 抢就有点像雅各一样 抢夺片 拿抓 就是要去找到那个价值感 所以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这是行为导致 因为我们成长环境当中 都是看谁的成绩比较好 谁的关爱就比较多 谁的注意力就比较多 谁的感受到的接纳 跟别人的赞赏也比较多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在比什么 我们其实在比掌声 我们在比成就 我们在比事业 我们在比所谓的 我们认为大家社会的价值观 会来评论的这些东西 身高 长相 体重 所有这些东西 什么都可以比 到我们的孩子可以比 什么都可以比 那讲白了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价值 我非常喜欢在耶稣受洗的 那一个moment 当他从水上来的时候 圣经上说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可能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这个从天赋来的喜悦 对于我们来说 它的一个重要性 很多人在努力讨神喜悦 讨神喜悦 我们说我们要讨神喜悦 可是讨神喜悦 对于一个 不知道自己价值的 一个孩子来说 那个讨神喜悦 变成是一个 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的标准 所以当你做一些东西 做得比我好 我会觉得什么 神比较喜悦你 我觉得神不够喜悦我 我要更努力 所以我就觉得 任何的东西 其实都跟我的表现有关系 跟我的成就 跟我的成绩有关系 所以我就一直在努力 所以你的成功代表什么 我的不成功 你的心圣代表什么 代表我的衰尾 所以我就很难 从神的眼光 来认识我自己 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是 我们需要回到天父的爱 活在神的喜悦的里面 活在神的喜悦当中 我才能够跳脱 这个比较的一个牢笼 因为那个比较 其实我说 这是我们一生当中 都在学习的 不是经历一次天父的爱 或者是一次的内在医治 其实我也诚实的说 其实一开始在 我们都那么好的朋友 对不对 我们都那么熟 已经认识18年的哥们 其实在多年前开始 录共享观点的时候 我一开始在录的时候 我也不小心 羡慕到比较的劳动 因为文化牧师 你是这个引经据典 准备这些 这个神学家说什么 这个牧师说什么 这说什么 那我就在那边 我就觉得我像是一个 笨蛋一样 我觉得我都讲不出来什么 谁说什么 神学家说什么 我只能说 耶稣好像这样 别诉说就够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这样比较起来 我感觉好像是一个 这种市井小民一样 没有读过书一样 可是我觉得在 所以前面几次 我真的诚实说 我前面几次 我们录下来之后 我回到家里面 我好沮丧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文化牧师看起来 这么光明 我看起来 就是那种 我就真的 我其实是在这种过程当中 可是神慢慢帮我 帮助我 我说神就跟我讲说 为什么叫做共享观点 而不是哪一个 个人的一个节目 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人 是一个非常互补的 我觉得你本来在学术上面 那就是你的强项 跟从这个 不管是真理 从神学的角度 各个方面加在当中 然后那我说 那我说神我来干嘛 因为我 我说我又没有这种 他说神说 他说你 我的强处是感性的部分 是分享故事也好 见证也好 生命的历程也好 很多这些东西 那我就发现 OK 原来我不需要 跟文化牧师 一起来竞争跟比较 原来在神的眼中 他的功能 神没有叫我发挥 神叫我发挥我的功能 突然我发现一件事 神原来你创造的我 连我做牧师的版本 都不需要跟文化牧师 一起摆在一个 同一个这个屏 大家说到底我谁比较好 甚至是我跟我哥哥 两个人从小 在同一个家庭里面长大 周迅正牧师 跟周迅光牧师 我们的特质不一样 呼召也有 虽然都是做牧师 可是神给我们的那个位分 跟我们的恩赐 跟恩高也不一样 我跟周牧师 我们全家四个牧师 都不一样 那我就觉得说 哇 神力好丰富 所以我开始学会一件事 为我感谢神 为跟我不一样的同伴 比我卓越很多的同伴 感谢神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 他们的卓越 就成为我的卓越 所以包括我们在 Asia for Jesus 这些的哥们 或者是我们这些 众教会的这些牧者们 当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子俊的那些 子俊牧师的特质 光伟牧师的特质 信众牧师的特质 菲利牧师 哇 我就觉得说 太棒了 神的家就是这么丰富 对我来讲 都是我的帮助 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 不跟别人比较 其实是 我们不只是会更快乐 不跟别人比较我们会很快乐 你知道在比较里面会很痛苦的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 那个新闻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 他读 有一个女生 对 他读政大 然后他说他的男朋友重考 然后去年没有考上 考上台大 他说他心里就好惆怅 他就觉得说 我政大 我就这样配不上他了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这个爱情怎么会 政大是非常好的学校 对不对 他怎么会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 你有看到这个新闻 有 我真的觉得太荒谬 这个比较 你看连男女朋友之间都在比较 甚至夫妻之间都在比较 手足之间 兄弟之间都在比较 那生活好辛苦 所以你知道 这个比较会让人永远不快乐 因为比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你一下跟这个人比 一下跟那个人比 等你觉得你比过这个人 那你有比不过那个人了 有比不过那个人了 你就觉得 你人生永远在痛苦的里面 那其实比来比去就是没有在看神 也没有在看自己有什么 总之都在看自己没什么 然后都在看别人有什么 我自己没有什么 那些比较太痛苦 可是我觉得 你刚刚所谈的一件事情 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的 是当你在这个突破里面 你不再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我要说不跟别人比较的人 会像一个磁铁一样 不跟别人比较的人 他身上会散发出某一种气质来 这个气质是一种自信的气质 是一种让人感觉到被欢迎的气质 我觉得如果我要去形容你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 你最为别人的成果而欢庆 你是我所有认识的里面 最为别人的成果而欢庆的人 就是你从心里面的 你会甚至跟亚文聊 说你知不知道那个牧者 他最近怎么样 你就为他开心 你知道我常常遇到很多人 他们不管在职场 或在服饰的里面 他们总是为别人的成果而去酸他 就说那哪里有什么了不起 那没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有什么问题 可是不过你总是为别人而欢庆 那你知道当人们感受到这样的时候 人们喜欢围在你身旁 你会有很多的朋友 你知道这些年来 其实不管是恩宠之旅 或是很多的聚集 其实不是因为你请大家吃牛排 或者是你带大家去旅行 其实是因为你这个人散发出来的特质 因为大家喜欢跟你在一起 因为大家知道 在你里面没有这个比较 那我要这么说说 其实我们为什么想去追求 一个不比较的人生 因为那是一个更快乐的人生 而且那是一个会吸引很多人 来靠近的人生 其实包括这一次 你刚刚讲到说那个露营 其实每次我来的时候 我的心中也在比 我的心中也在比较 就说为什么我都要扛一箱书来 有一次回神的路上 你就跟我说 文华其实你里面是有的 你不要那么紧张 你要放松 你要放松 你这个是让很多人会得到释放 那些真正在这样子的不安全感 或是自卑 或是比较的里面的人 也会在你的身旁 他们喜欢靠近你 所以我真的很鼓励 人们来起来追求 这个不比较的人生 是更快乐的人生 也是一个更受欢迎 能够吸引人的人生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 希望能够吸引人的人生 救发生 那些什么能够 的疗疗 感谢观看 宝贝